许多学校因为有学生确诊而停课 这样的情形也反映在医院的隔离病房 4月开始 台北茨基医院陆续收治 23位未成年的患者 他发高烧到40度 发烧了两天 他肚子大概拉来一天 喉咙会痛 过去认为未成年患者几乎无症状 但临床观察发现 接触确诊者到发病时间较短 有9成5发烧1到3天 还有咳嗽流鼻水等轻微症状 出现发高烧 到39 40度的一个比例是非常高 就是肠胃症状也有 全身倦怠 酸痛还有头晕的情形 CT值都非常的低 中位数大概只有18左右 跟上一波的α病疫株 病毒量CT值是23 比起来明显的就病毒量是高很多 台北茨院近期收治的确诊者中 未成年将近一半左右 年龄较小的仅1岁5个月 小朋友抽鞋来说 我们都会用舌灯来帮忙寻找 大概2岁到7岁的小朋友 我们都会先试着先跟他沟通 让他知道说我们现在要做什么事 7岁以上已经到国小年龄层的小朋友 他其实都很OK了 根据香港的分析统计 欧梦孔变种病毒BA.2 和过去不同的地方在于会引起像热静联等神经病变 以及笑吼出现的比例也增加 发高烧甚至39度40度 也因为这样所以可能热性痙攣的表现 笑吼的话感染的位置是在靠近身带的地方 感冒的喉咙痛要深一点 但是也没有到支气管 也还没有到肺部 跟气喘不一样 它是用那种咳嗽的声音 像狗叫的声音 然后会有那种很讲话的声音 会被人烧瞎 台北辞院未成年确诊者住院 大多是12岁以下不能施打疫苗的孩童 多采取症状治疗 医师提醒若孩童出现发烧疲倦 笑吼等症状要特别注意 在家也要做好防护 大爱新闻黄欣言 郭佳旭台北报道